要奉劝大家 我们进门之后不要跟菩萨做交易好不好 什么叫做交易 我上次看到个小伙子夹了张彩票 票往来一跪 菩萨 这我要是中了的话 你一半我一半 然后旁边师傅拿个笔和本子 走过来 来来来小伙子空口无凭写下来签个字 你说到要做到不要打狂语 这不好 你如果内心不干净不清净 你在里边跪一天 许什么愿望都没作用的 有句话说有句话是这么讲的 口念佛号心不散 跪在堂前也亡然 吃灾吃素心是昏 双手合十也是魔 明白没 我见过一个我们这边的老太太 昨天念佛念得好好的 念了一天 然后玩了第二天 有个流浪狗在他院门口自抛尿 他拿个棍子把那流浪狗打得满身是血 狗都快打死了 这就是口念佛号心不散 这不对的 这违背了咱们这些大师们的本意 然后还有个大哥跟我说 哎呀导游啊 你看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我就纳闷了 释迦摩你老婆不要了 孩子不要了 王位不要了 唾手可得的财富不要了 修行了几十年 然后玩了之后 挣得之后为了跟我们争几炷香 你说这个荒不荒唐 我们进香的时候 有多少人是去求的 那个封条语顺国泰民安的 基本上都是求的是 哎呀我发财 我身体健康 我长命百岁 我生意心浓 都是围绕着我来的 你一旦这样做了 你给菩萨敬香 他就保你什么 这是不是跟菩萨做交易 我们可以学一下六祖慧能 他的一首句子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用修禅 恩则效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连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宣 若能转目取火 于你定身红连 苦口的是良药 利耳的是忠言 改过毕生智能 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意 尘道非游失钱 菩提指向心力 何须向外求学 尽不尽脸 尘道不是用钱砸出来的 学佛是靠学 小红书 对呀 好 好 看下来 那是 为了 偈的 得忍得